5月19日,浪姐四正式公布首次公演的入选名单,徐怀玉顺利获得晋级资格,在听到入围名单时,他先是表现得格外差异,随后又深泪举下道,我一直以为我会离开,是我拖累了大家,我一直很有愧疚感,感觉很对不起所有的姐姐,也很感谢大家能给我这次机会。 近几期节目以来,徐怀玉一直因为演出滑水遭到疯狂群嘲,还一度被骂到关闭微博评论,去年,王兴玲身穿白衬衫,登上浪姐舞台,一曲甜歌再度风神,勾起无数网友的青春回忆,当人们对台湾歌手饱受期待,以为徐怀玉将会再创辉煌时,现实却恰恰相反。 作为他一曲风神的成名作,徐怀玉在演唱风飞时,竟然出现了滑铁路现象,不仅气息紊乱,甚至还会跑掉,和陈奕涵等女星演唱路灯下的小姑娘时,也被网友吐槽不敬艳,一直跟不上别人的动作,需要左顾右盼的偷瞄。 首次公演结束后,徐怀玉更是被朝得体无完肤,工作室不得不站出来发声道歉,随后,知情人士爆出的一张照片,却彻底点燃了网友的怒火。 据悉,徐怀玉的翻车是因为频繁接商演捞金,因为没有充分的时间排练,所以才会在舞台上忘记动作。 这种对工作不负责任的态度,也是引起了网友的不满,有人指出为什么不把机会留给更多有准备的人呢? 曾经几时多少红极意识的台湾艺人,早已沦落到烂街商演,给新人作配的地步,成为明日黄花。 在娱乐圈,这样的例子仅仅是冰山一角,朱孝天的落寞,明道的无戏可拍,汪东城的油腻,都在充分展示着娱乐圈的更新换代。 除去他们,不少台湾艺人也终究难逃过气的命运。 这段时间,明道重出江湖,和蒋文立主演中年偶像剧《转角之恋》,吸引了不少关注。 蒋文立扮作娇羞少女,而明道则是化身霸道总裁。 两人缠绵又油腻的互动,让不少网友不忍直视。 有网友脑洞大开,将两人勾肩搭背的样子比作海尔兄弟,引发笑声不断。 还有网友更是操心的调侃,你这是欠了多少钱,这个剧咱真的非拍不可吗? 早年间,明道就因为出演王子变青蛙,一度被封为教科书级别的霸足。 如今,他怎么沦为被群嘲的地步了? 我已经一年多没有戏拍了,这是我今年的第一场。 在《演员请就位》上,明道的说辞,让在场所有人员都觉得匪夷所思,事实也的确如此。 而走投无路的他,只能在综艺上大放七招,什么青蛙舞,烟熏装,更是一锅乱顿。 这样的结果显而易见,对于这位昔日男神,人们开始逐渐变得不能理解。 有人吐槽明道的演技,有人吐槽他让人出戏的台湾腔,现场质疑声音不断。 综艺节目上,他还被擒岚吐槽,思想太古板,跟不上时代潮流。 这般无可奈何的样子,属实让人看了又好笑又心酸。 当初,偶像剧《流星花园》直接将F4送上人气顶流,在台语意志独秀。 成名之后,几人的地位水涨船高,不光是火遍全国,就连出场费也高达千万。 全国巡演室南韩,菲律宾国家领导人亲自要月,就是天王级别的待遇也不过如此。 可惜,璀璨的岁月并没有持续下去,伴随着团体解散,几位成员的命运也都各不相同。 周渔民选择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歌唱事业,吴建豪则是去了国外,继续延续自己的男团梦。 对比起来,严陈旭还算混得比较好的那一位,经常在一些电视综艺上露面。 而朱孝天的经历却最令人唏嘘,虽然他仍然混迹于娱乐圈,但身上负面新闻不断。 朱孝天给人的印象是出了名的脾气差,差到什么地步呢? 基本上每拍完一部戏,他都要跟导演大吵一架,在楚游香传奇剧组,朱孝天还曾被爆出打人新闻,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。 节目上,多年好友杨成林也曾开玩笑地打去朱孝天,说他难沟通。 面对外界的指责,朱孝天也承认,自己的性格的确是两极分化,情绪上头是喜欢跟人发生争执。 也许是时代影响,也许是台语的环境因素,更有朱孝天自身的不可抗力因素。 如今的朱孝天已经走到了落寞的边缘,曾经印象里风流倜傥,自意洒脱的喜门,早已经在时间的冲刷下,变得面目全非,只剩下一张沧桑的面孔。 在采访时,朱孝天坦言道,我已经一年多没有收入了,没车没房,这番话在配上他垂头丧气的模样,活脱脱就是一个被生活压垮的成年人,因为没有经济收入来源, 常常靠着老婆养家,带有家族性遗传病,连孩子都不敢要,甚至就连他结婚时邀请的那些昔日好友也不知所踪,门庭冷落。 过期后,朱孝天还时常自嘲是肥龙,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,曾经的童年女神卓怡婷,放到现在也属于是时代的眼泪。 卓怡婷红的发子那几年,风头正深,甜美的嗓音让他吊打无数台籍艺人,在粉丝们的厚爱之下,他还被称为是邓丽君的接班人,向他一些经典歌曲, 谢谢你的爱,潇洒走一回,潮湿的心等,都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,伴随音乐响起,节奏缓缓流淌,这首歌仿佛又能把人拉回到那个青涩稚嫩的校园里。 没有过多娱乐活动,女生们就忍守着一本手抄本抄歌词,能完完整整墨背下来卓怡婷的歌词,还会被人们当作是一件十分潮流的事情。 男生们则是纷纷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童年女神,总喜欢听着磁带倾横着卓怡婷的歌,可惜造化弄人发生在卓怡婷身上的事却显得格外戏剧性。 当卓怡婷的事业正处于如日中天之际,他却悄然退出了歌坛,让不少人都感到诧异。 原来,卓怡婷是因为身体情况暂别歌坛,等到他再回来时,这里早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 曾经对他来说,唾手可得的机会如今早已遥不可及,台语的更新换代速度实在太快了,卓怡婷就在这股漩涡中变得泯然众人,甚至还有人传言,他已经去世。 正是复出后,他曾经主动出版过不少歌曲,结果却都打了水漂,不仅如此,就连商务演出的机会也少得可怜。 心智坚定的卓怡婷并没有放弃,他开始进军内地,常是在广东地区一带搞音乐,结果依旧是岌岌无名。 不过,如今的卓怡婷却终于不再一路颠簸,在追梦的过程中,他和丈夫钟禀浩结婚身子,过上了甜静咸淡的生活。 这位给无数人的青春留下经验一笔的童年女神,也终究收获了自己的幸福。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,如果90后的青春有符号,飞轮海绝对当之无愧。 曾经的超高人气偶像组合飞轮海,是火遍全国的偶像天团。 在当时那个互联网并不发达的时候,飞轮海是唯一一个能在寒流的急流涌进之下,和东方神器抢占市场的组合。 但伴随着组合的解散,几人分道扬镳,他们也终将走进了大众的视野盲区。 前年由唐家三少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斗罗大陆》正式上映由肖战,吴轩宜领衔主演。 令人惊艳的是,消失许久的陈一如也在其中。 在电视剧里,陈一如赤裸着上半身,大秀一片好身材,而观众的注意力却显然不在这里。 有网友指出,她如今的气色看起来好差,眼底乌青,沧桑状态惹人心酸。 随后,又有网友爆出,陈一如已经化身带货主播,累撒直播间。 即使直播间只有寥寥几人,她依旧在费力地讲解。 直播间时不时传来一阵骂声,有的是无意中点进来的路人,进来看看就走了,还有的是一些买到假货的顾客。 终于,陈一如忍不住失声痛哭了,她在直播间声泪居下,大声地反驳网友自己并没有贩卖假货。 同样作为组合成员的汪东成,也难逃作为主播的命运。 幸运的是,汪东成并没有遭受太大骂声。 不幸的是,她直播间的人数也并不理想,甚至还没有一些专业的带货小主播多。 组合单飞后,汪东成曾经拍摄过不少作品,在电视区、电影领域都有涉猎,成就也是不高不低。 本以为事业将会一路长红,汪东成却在油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在综艺追光吧。 哥哥中,汪东成的亮相带给无数观众经典的回忆沙,可他随后就表演了一出地板表演,被网友指出是低俗油腻,表演效果不好。 这次录制结束后,汪东成更是被荡成了邪心,受邀参加各大节目,但显然他不是很擅长拿捏尺度,他炒冷饭,谈论油腻老梗的行为,更是被应答犀利点评。 林维军大约是众多台湾女艺人里情史最丰富的那一类,谈过的男朋友数量达到14位之多,他被台居夸赞为放电女,风头正盛的那几年,甚至一度盖过陈巧恩。 如今,陈巧恩都都转转收获了自己的幸福,林维军却自食恶果,体会了一把娱乐圈的事态炎亮。 千禧年,林维军拍摄自己的首部电视剧《麻辣先世出道》,在这里他便首次展现了自己的魅力,追朱孝天无果又转身和严承旭打得火热,后来他又开始对已经有大S的蓝正龙展开猛烈追求,这次追求也在无意中造成了情侣两人的感情危机。 惨遭拒绝后,林维军再次把目光转移到了严承旭的身上, 在家人的一番甜蜜攻势之下,严承旭也终于醉倒在温柔巷里,两人恋爱绯闻传的铺天盖地,多次亲密探班互动,而林维军的正牌男友欧定心却选择了原谅他,本以为林维军将会收心。 没过多久,他又高调公布了和林又威的恋情,此时的欧定心方才幡然醒悟,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。 随后的结果也不出所料,即使已经和新男友面见家长,林维军依旧改变不了偷吃的本性。 先是和已有女友的许绍阳在豪车急吻,后又出轨谢坤达,和周宝源在上海街头亲密互动。 有网友调侃,林维军绯闻男友的数量,完全可以塞满半个足球场。 身为艺人,最重要的还是要坚守到的底线,一次次的出轨,把观众对林维军的耐心消耗殆尽,他也最终难逃过气的命运。 作品本身也是一方面,更有娱乐圈本身的不可抗力因素。 多方面原因之下,台积艺人在内娱的落寞,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。 好在他们都曾辉煌过,在娱乐圈留下过不菲战果,也曾为观众带来不少情绪价值,这就是值得的。 在未来的日子里,期待着他们能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。